各位好,我是彭惠生 今天整體港股走勢在表面上真的不太好 因為跌幅曾經去到500點 雖然最後收市的時間只是跌了329點 不過走勢的確確在近日 很少出現一些比較沉重的沽壓 最主要是因為市場擔心在一些國際指數 可能會將部分的中國企業受到美國制裁的情況下 需要剔走邊商 令到股份不再在指數裏面 在這個情況下的確會逆逆氣不少投資者 擔心一旦這些企業被剔走之後 很可能會惹你一大堆指數基金 是要沽他們的 不過也可以這樣去看 就是這個消息來講 只會對於一眾的中資股 產生一個比較短期的負面影響 尤其是我們相信 就好像譬如說是富士指數來講 都沒有將中移動和中海油剔走 顯示著現在來說 最主要他們都是將一些比較大型的股份 仍然保留著 一些小的股份 譬如好像是中車系列那些股份來說 也算是先剔走它 以現在去看回整個港股 在今天跌穿過20天線 又或者是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其實看回保利加通道的垂直高度 已經明顯地收縮 只剩下不夠1000點 顯示著現在來說 反而有機會出現一個單向式的走勢 或者可能在短線的指數底下 有機會逐步由低位再度反彈 不過要記住 現在暫時在年底前 整個指數向上突破27000點的機會 仍然都不算太高 儘管外圍來說 相對走勢比較好 但是港股暫時可以升的幅度 只是看著27000點的水平